就蠻開心的 廢話 對我來講蠻不現實的 我今天完全沒有預期會拿獎 我對《七魂》這個電影我自己野心比較大 我比較希望是可以得到最佳劇情片 因為《七魂》這個電影大家工作人員非常的賣命 然後唐大哥的監製帶領之下跟導演的帶領之下 其實這個電影我覺得非常的不一樣 算是一個比較新的類型電影 那我對這個電影本身 對它的票房也好 對它的獎項也好 我的期望是更高的 那當然自己得到這個最佳男主角 自己蠻開心的 可能現在還沒有辦法反應過來吧 然後我本來個性也就是比較慢熱一點 然後可能就慢慢發燒 但是我覺得日子還是一樣要過啦 明天太陽還是會起來 所以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然後收到很多朋友的祝福 然後家人的祝福 然後非常的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然後謝謝喜歡我的觀眾朋友 所以女兒也都知道嗎 嗯 女兒剛剛有嗎 知道知道我剛剛回家換衣服 對 他還沒有睡 呃本來睡了 然後快到搬到我的時候 把他挖進來 對 所以這時候打算怎麼樣慶祝 這個計畫 你會有什麼 接下來應該是張震智 他自己會有他自己的慶祝計畫 那我們 我們 我們會再 我們會再約他 對啦 這個很重要啦 你這個很重要 慶祝最好的方式 就是有新的工作可以做對不對 是 好一定 你不要嫌棄我們就好了 不會 怎麼可能 所以等一下會好好的喝 喝幾杯 應該要吧 對啊 你酒量好就是 灌爆今天一定啊 灌爆 不會 他的酒量那麼好 誰能灌爆他 我 君寧酒量嗎 君寧 君寧 我是沒有喝過我不知道 恭喜 真的我們一直在抱歉 你知道我們兩個一起 哈哈哈哈 他14歲 哈哈哈哈 同一次參加金馬像 對 所以看他成 等於看他成長 等於看他成長 我也可能 也在成長 今天看他得獎 真的很高興 我們也工作過 對 保持友誼啊 就是 一直都很舒服他 謝謝 謝謝 那有沒有說 你其實就是問他 當然希望啊 角色合適的 就是 就是 還有空的話 就是 就是 都是很好的電影播放 會 不過我還會回來 那個都一樣 只是說 對於金馬 他 就是辦事處的那些工作同仁 會意義不捨 真的是很好 導演 導演 有沒有跟導演 請教一下 你看我現在在幹什麼 哈哈哈哈 走著導演前面的路 在跟著導演 學習 然後呢 壓力當然非常大 因為導演是全世界知名的大導演 然後 我 這個人 小船 導演是條大船 所以 要想辦法靠岸